论语,言渊,上天有好生之德,大地有在物之后,君子有成人之美,上天有爱惜生命的美德,大地有承载万物的胸怀,君子有成就他人的品行。 这天地人,只要保持善意,人间就会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 从古至今,无论人们遇到什么困难,都会祈求老天的帮忙,甚至认为,要积德行善,才能拥有好的福气。 受到老天的庇护,这老天到底是什么呢?就是自然的规律。 当我们顺着规律来做事,那我们自然就能受到天度,收获满满,比如春众一粒素,秋收万科子。 所谓顺天者,天度之,逆天者,天气之,真正聪明的人,不会逆着规律而行,只会顺着规律而行。 天若度人,早有吉兆,这几个好兆头,遇是天降好报,看看你身上有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国学论坛。 事业稳定,家庭幸福。 奋斗是一个长期过程,就像修房一样,需要人逐渐的添砖加瓦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有个稳定的事业,有个幸福和谐的家庭,就是人生的阶段性成功。 这二者也是打造美好人生的必须,可以说,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生追求。 稳定的事业加上幸福的家庭,人生足矣,这也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,要做到这一点。 可谓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,有人会认为稳定的事业不过是找个相对稳定的工作,幸福的家庭不过是结婚成家而已。 但要做到二者兼得,二者兼美,需要付出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业稳定,意味着不用为钱发愁,也许并没有很大的财富,但能满足一家人长期的衣食温饱。 而家庭幸福则是夫妻感情融洽,长辈与晚辈之间相互尊重,父子孝母良妻嫌,一些家庭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矛盾。 要全方位做到,幸福需要解决很多问题,可以说幸福的家庭就是人生的归宿,老天让你平平淡淡,是为了保护你。 你有什么愿望和追求呢?你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,目的是为了什么呢? 我想,绝大多数人都认为,人来到这个世界,目的就是为了成就一番功名事业,赚到大钱,拥有高高在上的辉煌人生。 但遗憾的是,99%的人都无法拥有高高在上的辉煌人生,只能活得平平淡淡,简简单单一辈子。 对此,很多人都不明白,为什么我如此努力,还是要活得平平淡淡呢? 其实,能够活得平平淡淡,就已经特别不错了。 要知道,普通人的命格,根本无法承受大起大落的遭遇,更无法接受这世间更深层次的黑暗,一旦遇到,就会崩溃的。 既然如此,老天让你活得平淡,让你能够安稳,那就是让你想清福,也是为了保护你。 如此,我们就该好好地珍惜这样的福气。 况且,烟花绚烂到最后,不也是消散于夜空当中吗? 平淡才是真相。 遇见贵人,遇见机会。 人这一生,要遇见很多人。 广义上来说,能对你的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人。 都是你的贵人。 狭义上来讲,贵人在于能在短期内让你的人生阶段提升一个层次。 好比于对方能给你提供机会和平台,让你能尽情地展现自己,从而省去了寻找机会和平台的过程,亦或是对方直接给予你经济上的帮助。 很多人在不断沉淀自己的同时,也在寻找一个良机,光有实力是不太够的,还需要一定的机会。 就好像一项科学研究遇到了瓶颈,如果一直无法突破,那么前期的种种准备也就显得十分平平无奇。 而贵人的作用就在于一语点醒梦中人。 能让你突破这个瓶颈。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贵人,比如带你入行的师傅,富有远见着实的领导等等。 你能在他们的事言传身教中学到很多直接有用的社会经验,而不用自己一点一点地去摸索,这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。 内心强大,创造无限。 内心的强大是实现梦想和目标的能量来源。 当内心充满力量时,我们可以超越自我,战胜艰难,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 这份力量或源于自信和坚定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和鼓励,不论来自何方。 这股力量都是通往成功的必不可少之途。 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女性科学家,她曾言,把梦想高高举起,永不延弃,在科学界的怀疑和社会的偏见面前, 居里夫人坚定追求梦想,最终成为人类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之一。 她的内在力量不仅铸就了科学的奇迹,也为后人树立起楷模,激励他们勇往直前。 然而,这份力量并非只是为个人私利而生,只有将力量用于正义和善良的事业方能彰显最大价值。 无论是与不公抗争,还是支持弱势群体权益,我们的力量都能改变世界,使之更加美好。 一切事与愿违,都是老天在度你。 曾世强教授讲过自己的一番经历,在年轻的时候,他去坐车,谁知道错过了。 当时他跟自己说,也许错过了这趟车是好事,不幸的是,这趟车出了意外,幸运的是,他错过了。 所以,他提出了一个观点,老天让你事与愿违,让你错过一些东西,就是为了保护你。 有些人因为事与愿违,所以躲避了一些劫难,有些人因为错过,所以走了另外一条路。 赚了不少钱,有些人因为擦肩而过,所以遇到更好的人,活得更加幸福。 人们常说的人生不如意识十之八九。 其实,这所谓的不如意识,看似是坏事,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说,都是好事。 试想,没有错过眼前人,我们又怎么会知道真情的珍贵,没有身处卑微, 我们又怎么可能认清楚人心的险恶,没有跌落低谷,我们又怎么可能遇错遇愤,东山再起。 一切事与愿违,在当下看来,是坏事,而从长远来说,是老天给我们的福报,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 目标明确,百折不挠。 目标是我们前进的方向,也是奋斗的动力。 当我们坚定目标,即使途中坎坷不平,也能保持信心和动力,百折不挠,直至成功。 目标可能是个人成长,也可能是社会公益,无论大小,只要真实且有意义,都值得追求。 每个人都有成就伟大事业的潜力,只需坚持不懈将目标划为现实。 然而,坚定目标并非顽固执拥,而是要根据情况做出调整,不断学习成长,适应环境变化,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目标。 追求梦想的道路坎坷,但当我们拥有勇气,内心的力量和坚定目标时, 那意味着新的时运已经在路上,心态更加乐观豁达。 《道德经》告诫我们,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,生命之初是纯粹,简单的,但随着世界的复杂,内心也常常被外界的纷扰所困扰。 人生的道路上,每个人都承载着不同的重担,这是无法避免的。 然而,如何对待这份负重却在于内心的态度和智慧。 有人因负重而疲惫不堪,步履蹒跚,常常埋怨生活的不公平,但亦有人轻装上阵,乐观前行,因为他们明白,每一步都是成长的机会。 每一次困境都是锻炼内心的契机。 这种乐观的心态,如同乐曲中的进行曲,激励着我们英勇前行。 正如大众马所言,乐观是一首激动而精美的曲调,时刻鼓励着我们勇往直前。 人生有时会给予我们重重难关,但无论多艰难,只要保持内心的乐观与豁达,就能轻松自如地应对一切。 有了这份心境,我们能够看待事态的炎凉,超越凡尘俗事的纷扰,真正脱颖而出,体会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。 佛门子弟每日诵经念佛,都是在修心,我们在这尘世中历练。 也是修心,所谓修心即是修福,福分到了,你人生的转机也就悄然而至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国学论坛。